日本古典音乐界的传奇指挥家小泽真儿 2月6号因为心脏衰竭 并是东京家中享受88岁 他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亚裔音乐家打入欧美古典乐的领航人 小泽被称为是世界三档东方指挥家 曾经私承美国音乐大师伯恩斯坦 在26岁那一年被拔作为 纽约交响乐团的副指挥 成为亚裔音乐家打入了欧美音乐圈的领航人 小泽曾经担任过多个欧美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 在2016年更获得了第58届美国格莱美音乐奖 他的成长背景更是日本战后的历史缩影 1935年二战前身在大陆沈阳之后 随着家人移居到北京 直到战后才回到日本 他小时候的钢琴演奏就天赋完全展现出来 却因为打球手指断掉 才意外走上了指挥家这条路 小泽的磁势令所有的全球古典乐迷相当的爱道 而大年初一迎接龙年 许多民众会关注今年的运势是如何 像今年有一场非常重要的选举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会牵动的是美中台三边关系 新任的记者就到了香港 去问了香港非常知名的风水大师要来解析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美国前总统川普 跟现任总统拜登的龙年运势 迎接龙年解密新年运势 CNN记者特地访问香港风水大师卢恒利 以五行的角度解析名人运势 34岁美国人气歌手泰勒斯 2023年大丰收 不仅荣登时代杂志 2023年年度风云人物 举办的巡回演唱会 更是创下了46亿美元的消费支出 这笔巨大经济效益可以超越 世界上35个国家的GDP 风水大师预言 龙年属蛇的泰勒斯 还会持续旺孝去 我们看她生日期 她在火焰天上 她在冬天上 在冬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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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上 冬天上的火焰很弱 所以她需要木 所以这就是 龙年队同样也是属蛇的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 也是运势很旺的一年 他是一个强烈的人 他也像泰勒斯 但他在冬天生 所以他的烈很强烈 另外2024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到来 风水大师盘点三位 有意角逐白宫大卫参选人 包括现任总统拜登 以及前总统川普 风水大师分析 若以五行来看 拜登的运势 会比川普还要好 但是会不会连带影响 2024美国总统大选运势走势 目前看来只是仅供参考 记得综合报道 就是有一架 泰国航空TG-121航班 原本是要从曼谷 苏万纳普国际机场 就没想到在途中 有一名40岁的加拿大一乘客 自己打开了舱门 同时启动了逃生梯 7号在泰国亲迈国际机场被逮捕 他最重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可以看到泰国警察正在跟这一名加拿大男子的律师在交谈 新迈国际机场发布声明 就在7号晚间机场塔台 从晚上的10点05分接户到通知 当时飞机正在跑道上面 排队等待要起飞 但是有乘客呢 自己打开了机舱门 同时启动了逃生梯 在飞机无法立刻移动的情况之下 导致了13个航班受到了影响 无法起落飞行 CNN指出 一旦罪名成立的话呢 他可能会面临到死刑 而且最高有20年的监禁 或是大约54.4万到70万台币不等的罚款 美式超级杯呢 即将在台湾的时间 2月12号上午开打 由于本届赛事参赛队伍 球长队明星四分位呢 他的女朋友就是现在的美国流行天后 泰勒斯 这更是话题 超级杯直播观众目前预估会有上亿人次 那么目前广告30秒的要价 已经来到了700万美元 折扣台币大约是2.2亿台币 再来看专家分析 还有广告片段 这一支外送平台的超级杯广 广告除了六人型的瑞秋跟罗斯合体之外 还找来了贝克汉夫妻以及其他广告 像是有水行侠罕见演出歌舞剧 还有巧克力品牌请到的是黑寡妇 直超累还超深 秀出她的超级好身材 不过即使美式足球不同于足球 啤酒厂商还是找来的是阿根廷的天王梅西 希望能够吸引消费者 为何美国会越来越忌惮中国呢 我们从军舞角度来看中美肌肉 军事迷热烈讨论的 兼轰-26战斗轰炸机 据传它是有隐身的效果 如果搭载了英级-21飞弹 就具备突破美国第二岛列的能力 对比美国B-21轰炸机 只要量产 据说就是要来应对中国威胁 更多的内容请你到 全球大视野频道 收看前进战略高地完整版 每个礼拜六晚间九点直播 因为它的航程够 速度快 戴战量大 这三个优点就是对抗美国的B-1 B-2 跟未来的这个超级轰炸机 你有我也有 就是说我也有长城打击的能力 至于是不是打航母 那看它战术上什么 运用目标 我的战术目标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个飞机可以看出来 这些气动力学 越来越像一个扁平化的这个发展 是 它这个虽然说有点模糊 大家还在猜这到底是什么 对 它这种扁平跟美国发展的B-1 B-2也是一样 因为气动力学就是这样 所以为了要隐形挂弹架 什么都收到肚子里去了 对 它说它的肌腹凹槽 类似这个轰流 可以把导弹藏在里面 因为它比轰流更扁平 所以雷达的反射波就比较弱了 换句话说 它也是回应美国的B-1 B-2的威胁 就是说你有我也有 就是说这种都属于战略武器 没错 跟这个近海防御巨子不一样 比如说拳头可以伸得更长 下面的关键就是 谁在比谁的卫星导航更精确 对 打得更准 中国大陆又稍微占一点优势 就是北斗的导航能力 跟这个飞弹的指挥能力差 建长方补充 我很快补充一句 有时候讲一个东西多厉害多厉害 其实你光讲它的数字 大家可能听不懂 好比说新疆多大 我去旅游的时候 那个导游说新疆有多大多大多大 几千公里 平方公里 我根本没概念 对 要有一个比较的 我说你要告诉我比较 就是台湾的46倍大 好大 同样的尖轰26 我这样比一下 F22 尖20 都是在所谓的重型的隐形轰炸机 在美中的 F22它的最大载重量38吨 38吨 尖20 37吨 尖轰26 50吨 这个比较就出来了 你就知道说 它比它真的不是大好多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